最主要有些可以補充的就是一方面 因為吃一天啟 這個也是公開的也不是什麼意義 只是你不常常朋友大家就知道 吃一天啟有一個女朋友 是在駕蛋輸出的 吃一天的時候 他也是常常去聽神 那我是 我看到這個景象就覺得 就是很心疼 就是也不曉得他們現在的情形怎麼樣 就是兩個人你被想像 比的然後天氣後來就入獄了 也根本沒有辦法保持出來 所以看到這個神面人相當的難過 坦白講 因為他的罪名坦白講 那個時候的暴動 他其實丟了一個什麼箱子往前面 就是他暴動了 就對比現在這個 他們每天都在暴動 簡單說 所以這個是 他是走得很淺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一個是 他在受審的過程中 其實都是非常用長的一個狀況 就是每一天的精神 他們就拿那個警察 那個他們那些影片 就放 放了就趕快放 放消息消息 然後 反正簡單說他們的律師費都這樣賺了 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 所以拖了很久 才有 另外補充給他有幾個暴動作 所以他每一條暴動作 就去告一次了 所以他有兩次或三次這樣告 那有些是成立有些不成立 所以後來他現在是做六年 另外一個我認識的朋友他現在要做七年 所以剛剛SR提到 如果大家有新的可以寫明信片給他 其實也是一個溫暖 他們會接下來是一個過年的時候 那只是稍微跟他分享 也希望大家繼續觀念香港 能支持台南的關注主 謝謝